請妳幫我這樣做 如果真的是關節發炎的話 那不管是老人家或是上班族 或是高鞋也穿太多 發炎的話其實你知道 辛香料裡面 就是蔥 薑 蒜 還有薑黃 辣椒 其實我們發現在實驗裡面 動物實驗發現它有一點點 止痛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話 大概是每天半碗的辛香料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你已經就是真的 像那個瑤瑤講的 它有KK這樣卡卡的 對 剛剛彭醫師也講到 它裡面可能它裡面 潤化液太少 有時候你們會去買一些保健食品 現在有一些葡萄糖胺 如果它多加了一個MSM的東西 它就會價錢特別高 那個是假肌的一個 硫化物的東西 事實上它在食物裡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吃了所謂的葡萄糖胺 你可以吃一點點 食肌化科的東西 它裡面也有硫化物 對關節的這個 潤化液的補充有幫助 比如說像白色的一個花椰菜 或綠色花椰菜 高麗菜 芥菜 然後或者是那種小白菜 其實都是屬於十字花科 它對我們的膝蓋保養也有幫助 那另外呢 如果你第三個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是 退化性關節炎了 已經確診是退化性關節炎 其實我們發現有一個 那C的話 它對退化性關節炎的一個患者來講 它是必須的營養素 那比如說像在蝦子裡面也有 還有在顴骨類裡面 比如說像藝人 糙米 或是蕎麥裡面它也有 所以你可以多補充這些